5月18号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有关情况 会上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永复介绍 截至目前 住村帮扶工作力量全部到位 消费扶贫行动开局良好 疫情不会改变脱贫攻坚大局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时间节点不变 聘贫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总数已经达到去年总数的95% 中西部地区公益岗位安置了343万聘贫劳动力 扶贫龙头器的副工力和扶贫车间的副工力都在97%以上 扶贫项目的开工力在82% 东西扶贫细作 资金和干部人才全部朝额完成 总的看 疫情对脱贫攻坚的影响正在逐步可复 不会改变脱贫攻坚的大局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时间节点 不会改变 既不推迟 也不提钱 谈及消费扶贫 刘永复指出 要想办法把贫困地区贫困群众生产的好东西销售出去 并与东部地区的米袋子菜篮子工程结合起来 同时还要防止打着扶贫的旗号谋取私利 今天这个湖北是疫情的这个受审重灾区 那么三月份疫情好转以后 我们就开始对它进行指示 我们有七个东部省 帮助它 贫困人口出去打工 我们又走之 抚贫的产品 那么我们据湖北省的统计 销出去了将近三十个亿 下一步我们还有几种漠视 一个是政府采购 一个是交易市场 一个是动力我们的这些电商器 第四一个呢 我们有些社会组织 也在做这方面的公益 一个要保证质量 第二个加了个要合理 再一个呢 尤其要放置打着抚贫的旗号 去冒起实力 会上有记者问及 疫情是否会造成反评现象 刘永福回应称 受疫情影响 贫困人口外出务工受阻 对收入影响较大 但通过及时采取措施 可以克服相关困难 目前呢 只发现了少量反评的人 那么这些反评的人 倒不是完全说是因为疫情 有的是因为一些小灾害 和一些病 他反评了 我们有一个建策 这个容易反评的 和这个边缘或容易制品的 这两类人 在今年增加了三十八万人 我们对这个增加的三十八万人 加上去年已经发现的 这几百万人 我们疫病 纳入这个建策和帮扶的机制 我们会采取一措施 把它密补起来 你怕务工 你减少了 那么我们就在当地 开发一些工艺岗位 那么不出去打工了 我们就可以在当地发展一些产业 来密布 大概有影响 但是我们采取措施 可以克服它 我们就在当地发展一些产业 我们就在当地发展一些产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